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趁自己的生活难以为继 吴卓琳还在视频中提及父亲成龙 在之前他还是趁成龙一个陌生人 可惜无论他怎么提成龙都没有得到成龙的一丝同情 爸爸不理 妈妈也不上心 小龙女自幼随其母起立长大 读的也是贵族外语学校 物质生活应该是富足的 但在2015年小龙女向学校老师反映 自己被母亲打病住院 而警方在吴卓琳家中找到疑似毒品的药 2017年3月 17岁的吴卓琳更是报案抓母 据称他还试图个案自杀 在10月份 吴卓琳更是大胆出轨 其母也表示了接手 因为上一代人犯下的错 吴卓琳屡屡被流言和镜头伤害 如今又出现这种新闻 实在是令人唏嘘 而吴卓琳同父异母的各个房祖名 虽则受用了各种好处 却依然令人失望 就算犯下大错 而坐了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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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